国内疫情趋缓 花莲至今将近半个多月零确诊 但是传统市场属于民生消费场所 采买人潮不断且流动率相当高 玉里芬局为了防止市场成为防疫破口 借着早上6点到8点的时间 前往市场击查勤务 派员到市场向民众宣导防疫四部措施 巡视有无民众违反防疫规定 虽然目前疫情稍稍趋缓 不过看着菜市场人来人往 不少民众还是会担忧群聚感染问题 所以玉里芬局更是借着 早上6点到8点的市场防疫稽查勤务 派员前往菜市场 除了向民众宣导防疫四部措施 以及巡视有没有民众违反防疫的规定 然后跟你宣导一下 因为现在三级几点 所以这边你出去外面的时候 不要戴口罩 如果多客人有来这边 没有戴口罩的话 也帮我们宣导 然后最近有说菜市场要 就是买菜的时候也尽量要 彼此之间要分开 要保持两群聚 远景以手持四部措施看板 不群聚 不酒驾 不受骗 不寄账户给别人 让民众清楚疫情 可能衍生出其他生命 财产的严重性 以手持看板 来帮助民众了解 确切防疫思维 呼吁民众前往菜市场多多自备提袋 并且也准备够用的纸钞 以及零钱 减少从摊贩找钱的借出机会 也自备酒精 随时用酒精消毒自身 共同防止市场防疫破口发生 记者高双双预振采访报道